7月7号上午 茂名市中心城区遭暴雨袭击 同时伴有6至7级大风和强雷暴 市区街道被洪水淹没 全市已发出五庭紧急通知 交通停运 学生停课 市场停市 工厂停工 商场停业 当地民众上传的视频显示 茂名市区街道一片汪洋 许多车辆泡在水中 茂名市一家菜市场的货档也涌入洪水 商户上货架躲避 茂名市附近的村庄也遭暴雨袭击 大水漫灌 村民用自制的扶牌转移家禽 截止到当天下午1点 广东省高州和茂名等7个市县暴雨红色预警生效 另外有茂名和广州等15个市县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 新台人记者赵凤华瑞丽综合报道 哇 谢谢大家